周休假期的天气和今天一样都是晴朗稳定 因此非常适合安排外出活动哦 我们可以先从雨量图看一下今天的状况 今天呢只有中午过后在山区出现了一点零星的午后雷震雨 其他各地天气都是相当不错的 而由于前几天带来凉空气的东北风已经减弱了 因此今天各地都可以明显感受到温度回升 那其中板桥地区在中午呢有出现到35.1度的高温 而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晚上啊 天气的状况没有像前几天一样那么凉了 那为什么天气会这么稳定呢 我们从卫星云图上来看一下 从卫星云图上哦 这一大片晴朗无云的区域都是太平洋高压笼罩的范围 而今天一直到周末主要都还是太平洋高压在影响台湾地区 因此各地的天气都是多云到晴 而只有在中午过后 中南部地区跟北部山区有机会出现一点午后雷震雨 而花东地区也有一点短暂震雨 但是降雨的状况都相当的零星 那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可以来到33到34度 而夜晚低温也大致在24到26度之间 整体来说是比较舒适到有一点点偏热的天气状况 那要特别提醒大家 由于天气相当的晴朗 因此在中午前后紫外线会特别的强 如果安排坏出活动的话 还是要记得注意防晒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明天的周休假期各地的天气如何 我们来看看一下的气象资料 北部地区的基隆台北桃源和新竹 都是艳阳高照的天气 气温最低24度最高有33度 中部的苗栗台中和彰化也都是出太阳 24到33度 但是在南头和云林午后会有雷震雨 24度到32度 南部的嘉义台南高雄和屏东 这样的几率就比较高了 气温是24到33度 东部的宜兰出太阳 24到31度 花莲和台东都是多云 有雨23到32度 继续来到外岛地区 我们看到澎湖基门和马祖 都是勤食多云的天气形态